顺治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 他在位期间 参照明朝制度 继续进行社会改革 并为康前盛世奠定了基础 只可惜他在位时间仅18年 24岁时突然暴毙驾崩 顺治之死一直是清朝的奇案之一 关于顺治在坊间有很多传言 相传他并没有驾崩 只是看破红尘落发为风 在北京的石井山上 还有当年顺治出家的慈善寺 里面还有顺治的塑像 那顺治到底是死了 还是出家了呢 顺治年幼登基 但是手握大权的却是多尔滚 顺治也只是个傀儡皇帝而已 直到多尔滚去世 压抑很久的顺治才开始清正 但在此时 他和孝庄太后的关系也慢慢开始恶化 甚至一生中共有十九位妃嫔 但大多数都是孝庄执意让顺治纳入后宫的 而顺治最宠爱的董岳飞 却让孝庄看不上 顺治曾因董岳飞去世 而伤心虞窟出家 只因朝臣和孝庄太后多次规劝 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那顺治最后的结局到底如何 其实顺治并未出家 是死于天花 在医疗不发达的古代 染上天花 可以说 死亡率是很高的 当年顺治因董岳飞去世 内心悲伤 又染上天花 最终不治身亡 所以他并没有像坊间所说的出家了 我是啤员